那我们今天晚上啊 讲一下气质血瘀的胃痛 有气血虚就会有气质血瘀 气质血瘀 这一行啊 在临床上往往是肝气泛胃 最常见 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叫肝胃气质吧 那在临床上这个胃痛 要抓住什么特点呢 一个是他往往有情绪的波动 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说生气了 压力大 心情不好 这一些精神情绪方面的刺激 引发的胃痛 哎 往往是属于这一些 另外一个在疼痛的时候 哎 他是胀痛为主 往往会连到两斜 啊 旁击两斜 啊 在一个大便不爽快或者是下坠啊 啊 你注意这个大便解不净下坠 往往就有肝气瘀结的情况 啊 你不一定是胃痛这个病啊 一些结肠炎 肠炎啊 如果他大便出现下坠不爽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加一两味 疏肝形起的药 再一个你仔细摸他的脉啊 玄脉比较常见 所以说胃痛了 你一个人有情绪波动时 或者这个人啊 心胸有一点心眼小啊 脉象闲这一种啊 基本上这样的胃痛 我们就可以判断是属于这一型了 那见到这一型开什么方子呢 哎 有一个方给大家组的啊 就把张中景的方子和后世的方子组合在一起 用后世的方子来弥补京方的补足 叫四川梁妇汤 哎 这个也好记啊 这个四就是指四逆散 有柴虎 白勺 纸鞘 枝干草 那一说陈老师说 我看伤寒论 张中景都是写的纸实 你怎么写个纸鞘啊 哎 这个我有时候我给大家啊 有些省区我给大家说过这个问题 伤寒论使用的纸实 就是我们现在的纸窍 哎 叫纸壳 那时候没有纸窍这个名字 只有纸实 后来唐代以后就分开了 那纸实跟纸窍啊 就分开了 哎 但是啊 张中景用的都是我们现在的纸窍 只不过他叫纸实 这个四逆散就是柴虎 勺药 纸实 纸干草 穿是什么呢 穿是穿链子散 又叫做金灵子散 就两位药物 穿链子和玄虎锁 就是圆虎 四逆散和穿链子散 合成四川 咱们不是一个四川省吗 好记 再合上梁服玩 就是高梁江和乡服 嗯 这个四泥散是书干礼器的啊 穿链子散 我们看 更是书干礼器的 它是书干止痛啊 穿链子跟圆虎两个药物配合 梁服玩 我们前面咱们说了 这里边加的有木香和沙仁 哎 这个叫四川梁服汤 一般我是用于甘胃气质的胃痛 那 用上就有效果 那还有一些 他这种胃痛时间长的话 或者是你再看看 你看这个舌胎啊 除了是 舌头伸出来正面 就上面 你看完以后 也可以看看他的下面 就让那个患者把舌头翘上去 你看看舌下那个脉络 粗不粗 黑不黑 如果这个舌下 鱼落比较粗的 证明他不光气质了 有鱼血 合上一个方子叫 失笑散 失笑散就两位药物啊 武灵质和 蒲黄 那这两个药是活血化瘀 止痛的效果比较好 它是瘀血性的疼痛 所以你看这个名字起来都很有意思 笑不出来了 疼哭了 叫失笑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它是干什么用的了 止痛的 什么个止痛药啊 活血化瘀止痛药 那这个对气质的疼的时间长 或者它瘀血明显的我们就把这两个药物再拿上去 其实你看这些都是小风啊 四泥伞 梁夫玩 穿链子伞 和这个失笑伞 都是两位 两位 四位 加到一起 这个方子也没多大 这个就是用于气质血瘀 或者干胃气质型的四川梁夫汤 这个在临床上 这个胃痛啊 受干气瘀制影响的比较多 也就是说 干胃瘀制型的胃痛实际上是很常见的 因为这个胃不好啊 就容易受肝胆的影响 这个人还总是会出现肝胆气瘀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生气 爱生气的人比较多了 另外我们的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 生活的节奏和工作的节奏都比较快 所以无形中就会产生一种 巨大的压力 使我们的气肌运行迟滞 就会出现这种气质血瘀的状态 所以如果他在这种状态下出现胃痛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 你看这个 这样一个兵力啊 这是咱们河南的一个患者 六十五岁 他检查是胆质反流性胃炎 心脏还不好 但是他说大夫啊 我现在你给我把胃干净治一下 我的胃疼了二十年了 那这当然这就是一个组织啊 二十年的老胃痛啊 三十多岁啊 就四十多岁就 四十来岁就开始有了 怎么个疼法呢 大家看我为什么 后来我就用这个四川凉夫汤了呢 一个他是什么呢 半夜后胃痛发作比较多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这是肝胆主食的一个时间点 从此时丑时两个时辰 这是肝胆所主啊 就是我们夜半的十一点 一直到凌晨的三点 你看往往半夜出现的问题 跟这个肝胆有关系 还有些人什么呢 他晚上这个点他不疼 他是烧心反散 我告诉各位 这个也是肝胆愈热造成的 所以这就是时间医学 跟我们中医的这种啊 五蕴六气有关系 另外一个你看啊 他还有他这个人也有烧心反散 那说明他可能是肝胆气愈 有化热的现象 还有他吃完胃胀 你像这种胃他的消化能好吗 那肯定好不了 另外一个促使我使用这个方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他有时候会导致两斜窜痛 两肋 这是肝胆气机运行的道路啊 大家再看看脉旋有力 还有大便粘质不爽 基本上这种肝于气质的现象 表现出来了 所以这种胃痛就用四川良夫当 那在使用四泥散 这种胃痛的时候啊 这个勺药啊 我们量要大一些 本来张中景的原方啊 是四个药各等份 但是我们为了针对这个墙 我们可以把它改良 白勺我一般是十八克起手 就是治疗胃痛的时候 那有时候就用到三十克 其实这里边止痛 他有个勺咬甘草 你看四泥三里 对不对 一般我有一个比例 就是白勺用十八克的时候 脂肝草用六克 三比一 如果白勺用三十克的话 脂肝草用十克 那后边这个梁副丸 你就看着啊 这个这个啊 你你一般情况用梁浆 哎呦他别辣啊 但是如果这个人 胃寒明显呢 那你梁浆的量也可以加 又加上这个穿链子玄弧 那后边这些药 为什么加上呢 像黄连乌珠宇 我们一看是左筋丸呢 哎 因为这个人在胃痛的时候 有烧心反酸 所以我合上左筋丸 加龙胆草 哎 这个龙胆草为什么治酸 我在好多地方讲过这个问题 对吧 清干热的 啊 那乌椎骨瓦愣子 这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治酸的 哎 所以这个翻 方子 就是这样一个思路下 来开出来 啊 我本来啊 是给他开两周 结果他说 我这不来不方便 一下子吃了一个多月 吃了五周 来了啊 说烧心反酸 胃痛什么 这两些痛 都都好了 啊 结没有发作 舌胖 这还有点舌头 卖 还有点悬 我说你在啊 你这样啊 你这毕竟是胃痛二十年了 啊 再多喝两周 巩固一下 后来这个病人啊 就没再来过 还有一个啊 这个年龄更大 七十岁的一个女士 哎 她的基础病比较多 糖尿病 高血脂 反复的泌尿感染啊 就慢性泌尿感染 美尼尔综合症 你看她多少基础病啊 哎 她说大夫这个啊 我要求你给我治脾胃病 这一次 她说我最近两个月啊 总是胃里边隐隐的痛 啊 我说你那糖尿病 他糖尿病 我我打出一档素呢 啊 其实他打一档素 你看控制的并不是很好 啊 那我说行啊 你治胃痛啊 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是吃着了还是怎么样 你这个胃为什么突然疼啊 哎 别提了 生了一场气 两个月前跟家属啊 吵架 你看看啊 这老来伴老来伴 有时候什么的 老两头也拌嘴呀 就是跟老伴拌两句嘴 当天晚上就未隐痛 后来我发现这个啊 这个病人什么呢 你跟他交往的时候 总觉得他很强势 我估计是什么呢 可能老头一直忍忍忍忍了一辈子了啊 这一次可能不知道怎么 就是不忍了 啊 我就给你吵 给你顶 老太太受不了啊 啊 从来对我一来顺受 他说今天怎么了 所以说他就生气 当天晚上胃就疼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你就要问原因 你有什么好处啊 哎 我们知道这个胃痛 十有八九跟肝气瘀结有关 马上就可以变 是肝气一致行的 他平常还容易上火 眼睛容易红 耳朵响 哎 但是脚是凉的 哎 其实这个啊 咱们的临床 这个上火下寒的 这些老者很多 啊 满性泌尿感染 经常发作 但是现在要集中火力 来把他这个胃痛治好 你看这样一个原因啊 还有脉象悬 还是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他的大便 经常也是干燥的 三四天一次 他拉出来都是那个球 有出来的借助 开赛路 那这是干与化热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给他加了什么呢 厚婆和大黄 其实加上这两个药物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等于合上了什么呢 哎 合上了小城汽糖 那你再扩展 你其实你看啊 四泥散如果跟小城汽汤合作 基本上是个什么方呢 大财湖汤 四泥散跟小城汽 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大财湖汤的方 因为这个病人你看啊 他这个因为生气导致了个胃痛 这又干气欲解的一面 又加上他的大便 干解成球 有扬名热的表现 所以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呢 少阳扬名合并 哎 你就给你看这房子 他一变通 我们就知道你来回 这样去连 哎 你上下了那房子 你就熟了 对吧 哎 这是跟当时给他用的啊 你看他二诊的时候啊 这个十月四号来的 十月十一号 他北京的病人 北京的病人 我一般都是开一周的药 啊 喝了一周 胃疼就好了 啊 后来有跟他什么呢 说你这个胃哥弄好 我这个美尼尔什么样 有没有能治 哎 慢慢的这个病人 一直在我这挑啊 因为他的基础病比较多 啊 还有一个 你看哎 为什么这个我取的 比较多一点 临床常见 这些都是就是 我志在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我们拿出来这个房子 你看这个啊 这个啊 有那个什么 有吵架的 有发作特点 这个这个是肝胆主食的这些啊 你记住这些特点 你看这个小女孩 别看年轻 胃疼两年了 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呢 上研究生啊 学习生活压力都比较大 哎 在这种境况下 反复发作胃顽部的隐痛 开始想着这年轻啊 这不重视 你看咱们现在年轻人 好的就是这样啊 不在乎 后来有一次他吃凉东西 哎呦 这个胃痛就剧烈发作了 哎 从此以后 胃部的疼痛 频频的发作 这不行了 扛不下去了啊 曾经他说他疼过两次严重的 疼到什么程度呢 四肢绝冷出凉汗 那个脸啊 刷白刷白 啊 严重的疼了两次 更害怕了 另外和一问 还有除了这些伴有症的 胃部的不适 还有痛经这孩子 啊 来的月经颜色发汗 有血块 迈向玄系 你看看 啊 啊 深苦 学习的压力大 加上这些症状 哎 像这种情况下的胃痛 往往就是肝胃 瘀制性的 啊 由于他又有痛经 所以我这个少要给他用了三十克 大家看少要用三十克 治肝草就用到十克 同时他这个瘀血表现的明显了 你看前面那俩病人表现的气质 这个有淤血了 所以这个失效散就拿上了 那这个失效散啊 他讲到这里大家说一下啊 对这个妇女的月经有血块 无论他是疼 是量多量少啊 还是必经 啊 只要原来他这个啊 颜色发达有血块的这种月经不调 我们带这个失效散都比较好 啊 后来就调整慢慢 哎这孩子就 行了 连月经也可以了 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四川良福汤啊 治肝胃气质的胃痛 那讲到这里有一个方子 我给大家介绍一名方啊 是王清润先生的阁下煮鱼汤 啊 这个方子我们都知道是衣领改错的方子 啊 这这个书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哎呀 很有意思 这个王清润是清代的人 啊 咱们河北唐山人 啊 他呀 这清代有那时候 西医都 哎 就逐渐传到咱们国家了 啊 哎 好多人就开始就想 哎呦 这西医讲得好 你看 说什么就是什么 肺在哪 肝在哪 啊 跟中医讲的这个功能单位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就啊 产生了好多中西会通派 你看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张锡纯先生 他也是一中西会通派 他中要西要一块是 啊 这个王清润先生就对西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啊 但是他发现了什么呢 说从西洋过来那些解剖书 有好多有错误 哎 他就想给他改一改 你们都弄错了 我跟你就证一下 但是啊 中国的这个环境 你想他封建社会啊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啊 他不允许你研究人家的尸体去 谁人死了让你去研究啊 哎 所以王清润人啊 他比较执着 他就他找不到尸体 他怎么办呢 哎 哪个地方要杀人了 啊 有些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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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犯 是判了什么罪呢 零尺 到一块一块肉一块肉往下炫 炫到最后一道才能死的这个人 哎 那是技术花 其实 碰到这一钟啊 行行着他都挤到前面看 就为了看着内脏的那个情况 你想想那个情况下 你能看了什么呀 啊 有一次他走到一个镇上 发现这个镇后边这个乱坟厂子里边有好多死孩子 一问当地是闹瘟疫了 小孩的抵抗力炸啊 死了好多人 啊 小孩子啊 都是死的 大冠 当地有一个风速 这是孩子死了以后不能入土 只能扔到外面啊 让狗啊让动物就是给他拉吃了啊 好像一丝才能够脱生 他有这种风速 哎 他一看 这是个好机会啊 我就在这研究员 那么多尸体 你看就冒出那种恶臭啊 你按说王清人先生 人家很啊 很很敬业啊 可是你想那种尸体啊 是残缺不全的 对不对 被动 被狗吃了 有些啊 哎就在那种情况下 他有时候把那个图就是按照那个啊 画出来 可是有时候碰到残缺不全 他画了也不对 比人家那个从西洋那个进过来的书错了还多啊 所以有人就说了 说王清人先生 一临改错 越改越错 哎 但是 外大正着啊 王清人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不是解剖 是丰富了中医的活学话语学说呀 发明了五大煮鱼汤 最出名的我们都知道叫学服主义汤 是致心脏瑜学的 那这个格亚主义汤是什么呢 你看 你看 他是根据瑜学的部位来起的名字 啊 在头上呢 有通教活血汤 心脏的啊 是学服主义汤啊 很隔一下的叫肚子里边的瑜学叫格亚主义汤 小肚子的瑜学叫少福主义汤 身体外边的瑜学啊 叫身痛主义汤 那格下是什么藏性 胃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瑜学比较重的这种胃痛 就使用王清仁的格下主义汤 好使 那这种胃痛有什么特点呢 哎 我们首先找到全身的瑜学症状 比如说这个人胃痛表现刺痛为主啊 舌尖 舌边上有瑜点 瑜斑或者时下的那个静脉 曲张 比较粗啊 另外 这种瑜学胃痛 往往是晚上比白天明显 为什么 晚上气血运行的慢 所以瑜学更堵的更厉害 你找这些如果确定了 你就用他的格下主义汤 非常好的 好 这个方子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啊 一龄改错的这个方子啊 那这是他的这个原方 原方 这个你你你排到自己下去看去啊 哎 所以胃痛这一大类的胃病啊 以胃痛为主要表现的我们就说完了 寒痛热痛 寒热挫达痛 气血亏虚痛 气质血瘀痛 五大类 基本上在临床囊括了 以胃痛为主的所有的胃病啊 你不管他什么胃炎 第三大类 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脾胃症状 顽腐脏满 这个腐脏啊 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症之一 那我在这里讲的顽腐脏满 包括了胃脏腐脏 胃和腐一块脏 我们叫顽腐结脏 就是实际上在临床上啊 你好多胃脏肚子脏 你分不开 它都连着呢 你不管是胃脏腐脏 顽腐结脏 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与于脏 你看我们讲的咱们是有规律的啊 第一大类的症状是脾就堵了 不长不疼 堵了为主啊 第二大类是疼 第三大类是长 那这个障 根据我的这个临床体会啊 一般是分下边即逝 第一个就是失血捆脾导致的障 哎 这个比较多 为什么呢 我们一说腹脏腹部这个是谁的地盘啊 哎 皮 这是皮的地盘 那皮主腹啊 那皮是最怕什么 就什么邪气容易干扰皮啊 哎 失血对不对 这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说这个皮须失困的情况下 皮的蕴化就受到影响 不蕴化 气机不蕴 气机不斩 那就形成腹脏了 或者是顽腹都脏 啊 脏到胃那儿都 啊 各种慢性胃炎 结肠炎都可以见到这一行腹脏 所以我有一个方子啊 是自逆的叫江莲银 哎 介绍给大家这个啊 江莲银就是说这个方子的主要药物是干姜跟黄莲 哎 哎 那一看说这这跟拌下信汤那个味道上哎 有点 是失血困皮 但是往往这种人啊 有寒热挫杂的一面 你看下边我给大家一个适应证就知道了 干姜味江莲配合这是新开苦将法 啊 下边的你看 择谢杀人 仓主 白主 这可以两个主一块一块一块用 啊 包括厚婆霍香 这些啊 干什么呢 哎 化湿气啊 呦 房香化湿 诞生历湿 苦温造势你看都有了 就是把那个湿血给他化掉 那还要加上尘皮神曲何谓的 葛根这是干什么呀 用个葛根干嘛都在这 哎 生起脾气啊 你把湿化走了 一般湿一困皮 脾气就趴下了 所以说用点葛根 还有一个乌药干什么呀 哎 诗邪容易困阻气机啊 感觉为什么账啊 赌上气机了 你再给他弄一位这个 哎 运气机的药 这个诗邪化得更快 那个这个方子我也能理解啊 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的辅账 是要用这个方 哎 对了 这是辩证是关键啊 你方子可能好计 但是辩证啊 比计方子要难 什么样的负账用这个方呢 吃困的负账 那吃困的负账什么特点呢 下面这就是他的特点啊 长期的负账 吃完以后更重 大便往往是堂屑不爽 想打嗝打不出去 这个大便的年不爽挂马桶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诗邪组织气机 啊 诗容易阻碍气机啊 这咱们中医的这样一个治病特点 讲的六云的治病特点 想打嗝打不出来 想放屁放不出来 所以上边嗝打不出来 下边屁放不出来 大便还挂马桶 另外一个大家去看啊 这个特点抓住啊 十台腻 其实我有时候啊 病人讲说 大夫我这个肚子胀 我先让他看看啊 把舌胎伸出来 一看摆你的舌胎 上去就是这个房子 基本上很准 啊 你再问问他这些 你看啊 你打个能不能打出来 可啊 有气吗 他就会告诉你 哎呀 我这个气老在这 嘟嘟嘟嘟 出去 为什么 诗邪跟黏腻住了 这是诗的特点 所以我给大家编个歌 希望你能够背住 你背住这个 这个方子用力没问题了 啊 长期辅障 台腻乎 舌台很腻乎 匹师变质 额不出 啊 变质就是大便 粘质不爽 额不出 打嗝打不出来 啊 将连则杀二诸仆 祸香葛根 沉神乌 后面讲 这就是药物的组成 啊 我的学生都是按照这个歌来进行啊 啊 他们背的 哎 江连仁这个是这种账比较好 那大家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个是机灵的患者啊 胃炎查的什么呢 这个啊 轻度的萎缩性胃炎 还有幽装胃炎 肠化是 哎呦 肠化的这病人就害怕了 现在病人都知道 是有这个就容易转癌 啊 那你说这个什么药治肠化 哎 我后边会给大家介绍变病的一些用药的啊 但是我们主要是辩证 你可以在辩证的基础上 加一点变啊 这个这个啊 啊 变病用的 那倒可以 但是我们还是主要是辩证 这个病人他的主速 他说我的这个胃啊 是胃跟肚子都胀 哎 有时候还疼 好几年了 啊 所以你看 他是反复发作型的 完肤胀满腾 啊 尤其的他说 我这是胀的厉害 伴有什么呢 大家看啊 他伴在那 哀气不畅 啊 行 所以说我能 打个虚格也行啊 打个格 我这都胀就减缓了 大便不调 肛门灼热 石油下坠 便急 你看见没有 就解大便不利索 胎逆 稍微有一点黄黄的 这个罩上一层黄色似的 不太黄 主要是腻护 那行了 啊 符合这样一个特点呢 是不是 长期服装胎逆护 匹施 便智 啊 然后 讹不出啊 将连 紫杀 耳珠仆 祸相 各根 尘身 屋 你看就这样 所以你看 用上 你只要对路了 七级以后 完肤账满 腾痛大剑 哎 几天不打了 干脆说 什么打不出来 没了 不打 舒服的气顺了 大便一天一死 但是仍然有轻微的下坠感 肛门有点痒 其实这还是一种尸毒物 所以我第二次就给他加一个马齿线 这个马齿线呢 它去湿啊 啊 清热 还是肠炎 比较好 这马齿线啊 这是一种野菜 咱们有些地方叫马蜂菜 就这个季节啊 可能再等两天 这个这个就更多了 这个东西 啊 你可以蒸住吃 它可以什么 鲜然的抗生素 这就是失账 第二种是什么呢 是寒账 啊 寒账 那寒账跟前面的寒痞 寒痛 道理一样 只不过他表现的账 你这个寒从哪来来 无非就是外感寒邪 或者是内伤生冷 吃凉的了 但是这个寒账 往临床上 有完账 账 完负结账 用药稍微有一点不同 这就是说 从临床上摸索出来 就是隐隐约约 你感觉 有时候我们还要看部位 来稍微那个药偏一点 所以这个寒账里边 有这样两种情况 一个是以胃杖为主的 胃完杖满为主的 喜温喜干 不敢吃凉的 或者是受凉 甚至还喜欢吃烫的东西 十台百米 就是它是以胃完杖满为主 我们用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 厚泼温中烫 这个前面我们的寒败 咱们都说了 这个我就一带而过了 所以说寒师在胃 寒在胃 无论它是脾 还是胀 包括还是疼 你都可以用厚泼温中烫 厚泼温中烫是脾胃同质的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胃寒 还是那个疼用梁富丸 梁富丸 我跟大家说 那是甘胃同质 这在前面上区别过这些方子 对吧 你脑子里边要用这些图像的话 你把每一个方子 它的作用部位的图像 最好印在脑海里边 这样的话 我们用药的时候 开方的时候 脑子里边有一个立体感 你这个心里边就跟明镜似的 该用哪个方子 这个并看熟路以后 你脑子里边就会闪现这种镜头 就一个一个的方子都在货架上放着呢 谁在哪 谁在哪 谁是干什么呢 谁跟谁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你看病看多了 他就这样子 就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第二种含帐是腹部账满为主 腹部账满就是因为脾寒的多了 你看那个胃完账满是胃寒为主 腹部账满是脾寒为主 那考量脾寒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 大便糖 便糖 吃饭不好 对吧 那这当然你盐皮的喂他俩 不能结人分开啊 如果他这个肚子上 半有拉肚子的 大便长期不扔形 甚至是越拉肚子 越胀 啊 这种也是太白米的啊 那这种我们用什么用 家味李中汤 李中汤是致脾寒的 后破关中汤是致胃寒的 就是偏重于脾偏重于胃 对吧 这个李中汤 我们会在讲伤寒 咱们还要详细的讲这个方子 比较豪实的一个方子 啊一般我们在灵状因为他就有四个药物 肝疆人参白煮肝草 我们一般用党参带了啊 那当然如果他这个虚的虚寒比较重 你现在就就在用人参啊 啊一般我们是开党参 啊会加上什么呢 会有时候加上父子叫父子李中汤 啊有时候还会加上丁香无猪鱼 就是加上吃胃寒呢 他脾寒的同时他除了拉肚子以外 他还特别觉得我这个凉的一点都不能吃啊 我也特别寒那你可以啊 你脾胃同寒我就跟你加上丁香无猪鱼 哎这个有一个名叫丁鱼李中汤 这是后世的方子 啊后世根据张中景的家位的啊 还有的这个啊 黑黑家沙人跟草豆蔻叫沙扑李中汤 这草豆蔻我们前面说 我的比白豆蔻还热 那你说他这个反正就是脾胃寒 说老师我也弄不清楚 就是啊一吃粮子就拉肚子就胃就肚子都胀 说我这些药能不能跟他啊合到一起用啊 当然你看我就跟你合在一起了 这个总这个起个名字叫家位李中汤 实际上他有父子李中丁鱼李中沙扣李中 搁一起了 这个焦冰狼啊也是一个行企 他跟这谢白啊这些都差不多木香 治那些大便粘质不爽 比较好的焦冰狼 我喜欢用这个药 你也说他有下坠的什么这些大便 尽管堂蟹 但是他不太痛 你可以去杀人冰狼木香啊 乌妖 对不对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适当的夹上一个啊 下面我们看李中汤 你掌握着他这个肚子上有什么特点 各位啊 肚子上有两大特点 我跟大家指出来 就什么时候李中汤治肚子上啊 你抓住这两大特点 很好使啊 你辩证也快 这个案例 啊 是一个大小伙子 他经常什么呢 经常拉肚子 而且拉的不消化的东西 不敢吃凉的跟肉 否则就是这个腐蟹会加重 现在一年多了 不是说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子 最近才有这样情况 问问他的原因呢 他说大夫啊 我有什么说声 这怪我自己 原来长得自己的身体好 夏天过时冰镇的西瓜啤酒冷饮 他说我基本上夏天那时候啊 不吃饭 下了班什么就去 就去上小摊上去去吃这些东西 或者在家里边也是喝冰镇的东西 啤酒尤其是喝了很多 跟几个哥们一腰 三四五人 然后一弄半夜一弄半夜 经常这样啊 你这个胃能受了吗 他说我知道我这是胃寒 最近我不光是拉肚子 肚子胀的难受 大便四双也越来越多了 他说我有个特点 我发现我只要拉肚子 拉的勤 拉的多 我的肚子胀就厉害 就加重 我说行 你讲的这个特别好 对我们辩证是非常有用的 这是什么呢 大家记住啊 只要他说越拉肚子越胀 好 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李中堂这 所以我当时我还没有跟他这个 加位李中堂开钱呢 我就跟他用一个李中堂加杀人 和破估值 就那个补估值 补执直拉肚子啊 是不温慎养 你看没有用父子李中 丁语李中和沙口李中 喝在一起 就用这几个药物 两皱 行了 纠正过来了 我说你这个凉的一吃 你他可能还会犯 你得注意 得养你养了几年你这个肚子 那这种特点越拉肚子越胀 是谁告诉我们了呀 当然是重景爷了 伤寒论的太阴病提纲 就是这样说了 太阴之为病浮满耳吐 食不下 自立一肾 食肤自吐 这个太阴病什么呢 哎 这里边有个小背景 张忠景将太阴病 只讲祖太阴痞 不讲守太阴肺 那你说守太阴肺 他就不要了 不是不要 他搁到其他地方去了 搁到哪了 搁到太阳病里边去 为什么 因为你肺的症状 你无非就是什么呀 大喷嚏流鼻涕咳嗽 船对不对 哎 往往是太阳病里边减 所以他把它放那去了 哎 讲太阴病的时候 全是痞 这个回头我们要 讲上痞的 咱们哎 就会知道了 哎 他说这个痞病 都是一个什么特点呢 哎 这三阴病都是寒的 氧气不足 得阴病啊 对吗 哎 他说一个是肚子胀满 是吐 吃不下 你看这食不下 这就是大白话呀 可能病人 找到张仲敬看病 说太夫 我吃不下 哎 他就写上了 食不下 啊 关键是后边这一句话 自立益胜 什么叫自立呢 就是没有经过物质 这样的一个下力 下力就是拉肚子 也就是说这个人 本来就有拉肚子 没有人说是给他物质了 叫他食粮的了 没有 他本身就是拉肚子 这说明太阴虚寒的情况下 拉肚子是主症 异肾就是更肾的意思 这个异就是更的意思 自立异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拉肚子以后 浮满的症状就会更重 你看看 就前面这些症状就更重 哎 所以说后人的总结尾就看到这种情况 哦 抓住了 太阴病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肚子症 这个肚子症是怎么个症状 哎 越拉肚子越症 行了 我们就抓住这一点 他 这就是品虚寒 李中汤这 第一个特点 我们抓住啊 这是太阴虚寒的这种啊 这样 第二个特点 咱们都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抓他的特点 啊 各位啊 这个 因为咱们这个啊 各位 天江这个平台啊 我也这个 讲了这个 算几年了吗 都 根据咱们各位啊 讲完以后不是都给这个互动时间吗 提了这些问题 我发现我们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 不是说这个方子不会实 是辩证 啊 就是怎么在纷繁复杂的症状里边 迅速的理出头绪来 哎 我通过这些问题 我可以发现困扰咱们的主要是这个 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抓主政的问题 就是总是觉得主政抓不好啊 病人一说 从头到脚全是病 哎 蒙圈了 这到底咋回事 这医生都是毛病 我从哪治啊 哎 这个我觉得啊 我们今后要在这方面要加强 啊 就再加强 啊 其实就从啊 给我的这个印象 咱们这个啊 你看每个省区 我觉得我每一次去 我们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 啊 真的 啊 大家越来越会使用我们中医的理论来指导临床 看病 所以说一个是要掌握辩证的技巧 一个是要会抓主政 这是吃功夫的地方 各位 至于你把症状弄 唐疼清楚了 你说找个方子 那个相对会容易了多 你就是这个方子 背不全 大方向不错 你用上去 它都会有效 是不是 你说我这个方子里边有 有这个干浆 我没记住 我这我用成高粮浆了 它会起作用 它俩差不多 啊 哎 对吧 但是你要是方向变错了 那坏了 啊 你说上北京来 好 你这一产正难走了啊 结果下了飞机 看这是香港 那就不行背道而驰了 你的飞机再快 你的工具再豪啊 越豪越背道而驰的厉害 你想想看 是不是这个脸 对吧 所以你就看这个啊 脾须含这个肚子杖 刚才咱们说了啊 是越拉肚子越厉害 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 就这种负胀 越到晚上越重 啊 肚子胀着跟骨子似的一条 邦邦邦邦 想 哎呀 一到晚上就 这个病人 好多病人 给我这样讲啊 大夫 晚上我都不敢吃东西 哎呀 吓得都不敢吃 他不是说不饿 他也觉得饿 不敢吃 一吃就胀得厉害 我白天还好一点 哎 这个十有八九 是脾须含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一天 这个每天的阳气 他的胜衰不一样啊 你到晚上是阴气 一种啊 尤其是像春天秋天 这种季节交换的时候 阳气上升的时候 阴气上升的时候 往往就会出现这个 尤其他 你现在春天咱们看 倒春寒要发生好多次啊 就来回拉锯几回 这个气候才能够走上正规 所以他这个气候往上涨 他不是个直线 他要走这个啊 就会走这个楼梯似的 啊 上下逛当时往上走 哎 这些都司空见惯的 你看现在啊 北京这两天又降温了 前天都热了 都二十多度 都有船 反袖的人呢 都 哎 这次棉袄要弄上了 哎 所以像这种情况这种阴阳啊 积聚变化的时候 往往阳区 虚的人受不了 他就会受寒的几率就高了 啊 一到晚上 这个肚子就胀子要命 你看这个病人 这个小女孩啊 他才二十五岁 他喝了礼器的重要一个原因 我们一说制服上 大家想到就是礼器啊 效果不是很好 这病人怕冷啊 有时候大便糖 蟹而不爽 不敢吃凉子啊 你就这一点 肤胀如骨 一到夜晚就加重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 给他判了 脾羊虚了 所以我就用礼中汤 重用干浆到十五克 胶白柱三十克 加木香沙人 胶白柱他是温啊 就更热更温呢 加的木香沙人 两周也是 你看啊 当然毕竟他还是年轻人啊 说实话这些比老头老太太要好得快 所以各位啊 咱们记住这个 韩的福障有两大特点啊 第一 越往往是伴有大便糖血 大便的次数越多 肚子胀了就越明显 第二 往往这个肚子胀 是晚上胀 那一会儿我不能这个病人啊 这两条都占 两条你赶紧用礼中汤啊 加上木香杀人白寇 后婆仓主 这些你看呢 那个丁香吴珠仪这些 你都可以 和上 是吧 这是一个寒账 第三行账满是热账 热账 热账都是脾须失热雍至所制的 脾须失热雍至啊 他也是跟你看都跟脾有关系啊 肚子胀啊 小便黄或者是大便干 十台黄你 其实这个啊 这个很快啊 其实咱们这个要辩证的话 各位 我怎么辩这个热账呢 就是肚子胀加十台黄你 肚子胀加十台黄你 你看刚才我们说那个什么 姜莲银啊 肚子胀加十台白你 大便不爽什么这些 这些他会 他不光不爽他会干 因为他又热呀 你十台黄你 家肚子胀 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判断 是热账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一宗金箭的方子 一宗金箭的方子啊 叫热账终满分销汤 这个方子啊 十六位 这叫他的原方 原方 那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六君子汤 你看陈皮半下 佛灵 吃干草 党身 白竹还有 这叫六君子 对吧 加上杀人 还有这些去尸的 你看 猪灵 则蟹 其实里边还有一个小成器 是往下泄热呀 有去尸 加上有泄热的 那你说这怎么还用干姜 还用姜黄啊 哎 这是反左 各位 这太凉了 可能还会影响这个肚子胀 这有一个歌节 这是一宗金箭的歌节啊 你记住这句话 这个方子你就记住了啊 叫热缩六君知竹则 知朴秦连干姜黄 热就是因为热杖 缩是什么 缩是杀人 叫缩杀 这是一味药 或者叫热杀也可以啊 这不好听 他就编成热缩了 六君是六君子 知是知母 诸是诸灵 则是择谢 指食厚魄 黄秦黄连干姜江黄 他俩共用一个字 姜 是干姜跟姜黄 热缩六君 知竹则 知补秦连干姜黄 只要你碰到什么时候用呢 碰到十台黄逆的福障 你就识就行了 你看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来 咱们这有一个啊 我们这咱们时间又差不多了 这个病人你看啊 这个病人你别看三十五岁 那三十五岁 肚子胀 八个多月 一问是什么呢 哎 喝大量的冰啤酒 一后 胃症结下 你看他是二月份来看的 就春节那时候来看的病 八个月前呢 就是夏天 这就是积累的病啊 对吧 表现的症状是什么呢 腹胀明显 食气贫贫 你看就老放屁来 放入屁肚子胀不减 大便不唱 食红胎黄 这就行了 食红胎黄 你得能肚子胀 崩崩响 不排气 这就是热帐 热帐 中版分销汤的原方 给他开的 我加一个大黄 他这个大便不太通胀 两周以后 上方 喝完这两周 又是个方子 腹胀明显减轻 一睡眠也好 当然有好多睡眠 是因为他这个肚子不舒服 胃不合则 卧不安 那他说我 还有点那个什么 胸闷 我有跟他在这个方子里边 有加个 刮楼泄白 就刮楼泄白 半亚当的意思 里边他有半价了吗 因为这个人 他是弹尸型的一种体质 比较胖 爱喝酒 你看 后来就给他加了这个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热帐 行了各位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